耶利米书第五十章 以下是耶和华借耶利米先知论到巴比伦 就是迦勒底人的地所说的话 你们要在列国中传扬和宣告 要竖起旗帜宣扬 不可隐瞒说 巴比伦被攻取了 彼勒蒙羞 米罗达惊慌 巴比伦的神像都蒙羞 他的偶像都惊慌 因为有一个国家从北方来攻击他 是他的地荒凉 没有人在那里居住 人处都逃跑无踪 到那些日子 那时候 这是耶和华的宣告 以色列人必和有大人一同来 边走边哭 要寻找耶和华他们的神 他们要询问 往西安的路 又面向西安说 来吧 我们要以那永不可忘记的约 与耶和华联合 我的子民成了迷失的羊 他们的牧人是他们走错了路 是他们在山上徘徊 他们从大山走到小山 忘记了他们安歇之处 所有遇见他们的都吞吃他们 他们的敌人说 我们没有罪 因为他们得罪了耶和华 那真正的居所 耶和华是他们列祖的盼望 我的子民啊 你们要从巴比伦中间逃跑 从迦勒底人的地出来 要向攻山羊走在羊群前面 因为 看啊 我必激动强国从北方之地连群而来 攻击巴比伦 他们要列阵攻打巴比伦 巴比伦就必被攻去 他们的剑必向善战的勇士 不会空手而回 迦勒底必成为猎物 掳掠他的都必心满意足 这是耶和华的宣告 抢夺我产业的 你们虽然欢喜快乐 像踹鼓的小牛跳跃 像雄壮的马斯教 但你们的母亲必极度羞愧 生你们的必受耻辱 看啊 他要在列国中沦为最弱小的 成为旷野 汉地 沙漠 因耶和华的烈怒 巴比伦并没有人居住 完全荒废 每一个住过巴比伦的 都必因这地遭受的一切创伤而惊骇 并且吃笑他 所有拉功德 你们要在巴比伦四围列阵 射箭攻击他 不要吝啬箭支 因为他得罪了耶和华 你们要在他的四周 呐喊攻击他 他投降了 他城墙的支柱倒塌了 他的城墙拆毁了 因为这是耶和华的报复 你们要向巴比伦报复 他怎样带人 你们也要怎样带他 你们要把播种的 和在收割的时候 手持镰刀的 都从巴比伦剪除 因为欺压者的刀剑 他们个人必归回自己的本族 各自逃回自己的故乡 以色列是被赶散的羊 他被狮子赶逐 先是亚述王把他脱灭 现在巴比伦王尼布贾尼撒 要咬碎他的骨头 因此 万军之耶和华神这样说 看哪 我必惩罚巴比伦王和他的国土 像我以前惩罚亚述王一样 我必领以色列回到他的牧场 他必在加密和巴山吃草 又在以法连山地和激烈地吃的饱足 到那些日子 那时候人要寻查以色列的罪孽 却无所发现 要查救犹大的罪恶 却一无所见 因为我必赦免我留下的那些人 这是耶和华的宣告 你们要攻击米拉大翁的地 上去攻击他 又攻击比戈的居民 屠杀他们 把他们彻底消灭 照着我吩咐你们的一切执行 这是耶和华的宣告 境内有战争的声音和极大的毁灭 极打全地的大锤 怎么被砍断毁掉 巴比伦在列国中 怎么成了令人惊骇的对象呢 巴比伦啊 我设下网罗捉拿你 你被捉住 仍不自觉 你被发现 也被抓住 因为你和耶和华争斗 耶和华打开了自己的军械库 拿出他愤怒的武器 因为主万军之耶和华 在迦勒底人的地 有事要做 你们要从四面八方攻击巴比伦 打开他的骨仓 把他堆起来 好像堆穀物一样 把他彻底消灭 什么都不留下 要击杀他所有的公牛 使他们下去被屠杀 他们有祸了 因为他们的日子 就是他们受惩罚的时候来到了 听啊 从巴比伦的地 逃出得以脱险的人 在西安述说 耶和华我们神的报复 就是为他的殿而施行的报复 要召集弓箭兽 去攻击巴比伦 要召集所有拉弓的 要在巴比伦的四围安盈攻击他 不容易人逃脱 要照着他的所作所为报应他 他怎样带人 你们也要怎样带他 因他狂傲地敌对耶和华 与以色列的圣者为敌 所以他的年轻人 必扑倒在他的街道上 到那一天 他所有的战士都必被消灭 这是耶和华的宣告 傲慢的人啊 我必敌对你 这是主万君之耶和华的宣告 因为你的日子 就是我惩罚你的时候来到了 那傲慢的必半叠扑倒 没有人扶他起来 我必在他的城镇中放火 吞灭他四围的一切 万君之耶和华这样说 以色列人被压迫 有大人也一样受到欺压 所有俘虏他们的 都紧紧抓住他们 不肯释放他们 但他们的救赎主大有能力 万君之耶和华是他的名 他必认真的为他们的案件申辩 好使那地得到安宁 却使巴比伦的居民 慌乱不安 刀剑必攻击迦勒底人 攻击巴比伦的居民 攻击他的领袖和智慧人 这是耶和华的宣告 刀剑必攻击胡说八道的假先知 他们必变成愚昧 刀剑必攻击他的勇士 他们必惊慌失措 刀剑必攻击他的马匹和战车 攻击他境内所有外族的人 他们必像妇女一样柔弱 刀剑必攻击他的一切宝库 他们必被抢掠 刀剑必攻击他的河流 他们必干涸 因为这是偶像的地 人必因可怕的偶像迷失本性 旷野的走兽和豺狼必住在那里 鸵鸟也必住在其中 那地永远再没有人居住 世世代代不再有人住在那里 就像神亲父的索多玛 俄摩拉和他们临近的城镇一样 必没有人住在那里 也必没有人在那里寄居 这是耶和华的宣告 看哪 有一个民族从北方而来 有一大国和许多君王被激动 从地级来到 他们紧握攻和枪 性情残忍 毫无怜悯 他们的声音像海洋怒吼 巴比伦的居民啊 他们骑着战马 在战场上如同一人 列阵攻击你们 巴比伦王听了有关他们的消息 手就发软 痛苦紧紧抓住他 他疼痛好像正在生产的妇人 看哪 狮子怎样从约旦河边的丛林走上来 攻击长绿的牧场 照样 我必在眨眼之间 把巴比伦赶走 使他离开这地 谁蒙拣选 我就派谁治理这地 谁能和我相比呢 谁可以把我传来审讯呢 哪一个牧人 能在我面前站立得住呢 因此 你们要听耶和华筹谋对付巴比伦的计划 和他为了攻击迦勒底人的地 所定下的策略 他们羊群中最小的也必被拉去 他们的牧场也必因临到他们的灾祸而荒废 因巴比伦陷落的响声 地就震动 列国都听见他的哀叫声 嗯 我等下来 你 这篇 没错 我等下来 这篇 这篇 我等下来 你 我等下来